進入大樓停車場 天花板吊漆嚴重 鋼筋炎裸露在外 台北士林這種大樓住戶出面控訴 管委會都沒有進行保養修繩 外牆的磁磚膨脹變形 導致部分脫落 好幾處有修補痕跡 住戶還控訴 頂樓被擺放許多大大小小噴災 控訴社區管理出現問題 主委也出面澄清 外觀住戶有不滿意 他可以到我們的管委會來做反應 是有些住戶有些方便 那是不是有影響到其他住戶 這個可以住戶來跟我們反應來討論 因為大家都好多年的住戶的鄰居了 有這個聲音其實可以內部先做溝通 主委澄清管理費的使用 需要經過委員開會投票 這個社區位在台北市 是士林通河東街的大樓 屋林四十四年地上七層 總共有一百零九戶 外牆剝落的情形 有公共安全的疑慮 發文限期它在一定期間內改善 它預期會改善 就會罰錢 它居然就是六到三十萬 住戶不滿磁磚剝落鋼筋問題都沒解決 管委會強調一切都可以按照程序來處理 繼續問一看劇阿哥 楊麥超報道